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週末假期的第一天 可以看到現場的太陽非常非常的大 由於已經沒有颱風格的干擾因素 因此天氣狀況非常的好 今天是世界自行車日 在基隆北海岸有舉辦一個自行車節的活動 其實包含總統參議員以及行政院長陳建仁 都有到場來來臨 待會他們也會親自來騎腳踏車 不過在此之前 行政院長陳建仁也被問到 近期綠營身陷性騷擾的風波 帶您一起來聽 我們對於受害人的經歷 都感到相當的不捨和痛心 我想我們應該給予最好的保護 不管是政黨或者是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 對於性侵或者性騷擾的事件 絕對是零容忍 政府要持續來推動加強性貧教育 更重要的也讓性貧事件發生的機會降到最低 政府和民間也要來建立一個安全而有責的性貧通報 以及處理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讓受害者不要再受到惡度的傷害 讓我們把這一個性貧教育 還有性貧的觀念 能夠落實到社會上的每一個角落 好 那可以聽到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語重心長的針對這起事件來回應 他認為他對於這起事件感到非常的不捨 以及非常的痛心 好 那針對這起事件 要來加以保護被害人 那對於性騷擾的案件 他絕對是零容忍的 好 那這起事件 在未來也要來加強性別的教育 以及性別的一些通報機制 那希望這一件事情 未來不要再有受害者了 那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我們到現場的鏡頭交換